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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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让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我觉得好吃的是蒸蛋 然后不好吃的是米粉 我希望可以再增加的是辣炒年糕 我觉得好吃的是油饭 不好吃的是三色豆 然后我希望可以增加的是乌龙面 好吃的是卡拉机 不好吃的是芋头类 希望可以有的是蛤蜊 我觉得好吃的是高丽菜 不好吃的是鱼排 我最希望有麻婆豆腐 我觉得最难吃的是这个番茄炒蛋 然后呢我觉得最好吃的是咖喱鸡 然后呢我觉得我希望呢 我们的菜色能够再新增这个马铃薯炖肉 我觉得最好吃的是烤鸡翅 最不好吃的是香松拌饭 希望可以有的是奶油意大利面 好了 现在我们都知道各位同学的意见了 那现在我们就将镜头交还给棚内 相信各位同学都更能明白 学生们之间对于午餐的意见了 那现在就请石家安的副理 为我们简单的回答一下吧 那目前针对学生回馈的好吃的 那我们会继续保留这些的菜色 那学生希望可以有的菜色 那我们也可以列入评估 那在下次开例菜单的时候 作为一个参考的依据 那针对学生觉得不好吃的部分 那我们会评估它的营养成分 那在菜单上的次数 我们会再做佐量的增减 那经理 根据目前同学有反应说出 我们学校的饭菜会有太冷的情况 喜欢这种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我们解决呢 因为我们其实基隆 其实比较天气比较多 尤其在冬天 风也比较大 雨也比较 下雨的机会也比较多 所以其实在供应我们建德国中这边 那我们是希望说 司机大哥在下餐的时候 只要来得及学生搬餐的时间 然后我们延换他下餐的一个状况 让学生来得及在下课及时赶快拿进教室 因为毕竟我们放在川堂这边 其实风吹 其实很容易冷 所以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 模式来去做一个公餐 那请问经理 有许多同学反应说出我们的饭菜会太淡 那请问这个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 针对同学觉得说青菜口味如果太淡 因为其实口味是见仁见智 那青菜我们尽可能就是朝向比较健康 所以在菜色部分 当然学生的反应 我们会去做一个讨论 那针对菜色我们希望用一些辛香料 去做一个增加它的香气 然后在口味上 我们如果说学生觉得口味太淡 我们可以再佐量再做 增加我们的调味品去做一个供应 那经理我们有听到一些同学说 希望我们的给的饮品当中不要减糖 那请问这个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那目前我们其实在提供饮品的前提之下 我希望是提供就是说所谓的校园食品 还有一些相关认证的一个产品 那针对它的糖分的部分 当然有一定所谓的一个营养基准 或是一些规范 所以我们希望是可以去提供所谓的合格的一个产品 最后再请问经理 有一些同学说呢 我们希望在这边我们是否能增加一些小点心 例如汉堡薯条 请问您觉得是否可以 这几年我们政府都推广所谓的三张EQ的食材 其实在汉堡跟薯条这边 其实并不是很正规的一些 像食材的营养午餐的其中一项 所以希望我们是以正常的像主食 像以白饭五谷炸粮饭一些等等 或是面食 那主菜的部分尽可能就是提供一些 生鲜的一个肉品来做提供 其实这样子对同学的一些营养素 或者是有一些认证 相关的一些营养的一个部分 其实是会更为健康的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下一段影片 就针对我们食材一直到我们生产 一直到送到我们学校的营养午餐 到底是什么制作出来的 是什么意思 嗯 哦 USB-C 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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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相信各位同学目前已经听完了我们的实战经理以及副理给出了回答 那同时也相信你们已经对午餐有一定的认知了 那各位同学知道我们学校午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叫做三张EQ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学校的午餐秘书王环迪老师来帮我们做一个解答吧 你吃的东西其实就像你买手机一样 今天你不会希望你买到的手机是山寨版的或者是来路不明的 那有爆炸的危险 那所以更何况是你吃的东西 所以学校都会选用一些具有三张EQ标准的食材来做我们的营养午餐 那所谓的三张EQ就是符合有机产销履历或者是CIS标章 或者是它有生产追溯的QR Code 那这三个就是所谓的三张加一QR Code 那启文米苏 如果想提早知道明天的午餐菜色 我能透过哪些管道得知资讯呢 大家都应该知道学校网站的首页 那在学校网站首页的左手边呢 它其实就有呈现今日的菜色 那你只要再点进去里面呢 你就可以自动连接到校园食材的管理平台 那其实这个平台里面它呈现了很多 包含全台湾各级学校它的营养午餐的菜色 它都有照片 那你只要再点选日期 你就可以知道那一所学校当天吃的营养午餐菜色是什么 那同样的如果学生想要查询我们明天 或者是后天要吃什么的话 一样也可以进入那一个食材管理平台去做查询 那同时那一个食材管理平台呢 还有包含厂商们它所使用的原物料 有没有符合刚才所说的三张EQ的标准 那所有的资讯都会保存在那个平台当中 所以如果家长或者是学生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下载APP 那你就可以随时要方便 查阅的话都很轻松 那学校对于厂商的部分有做了哪些沟通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换一个角度或换一个方向去思考 如果今天我可以选择我要吃什么 我想吃什么 那当然我选择标准一定是我喜欢 我的口感是什么 我觉得哪一间好吃 但是我可能会忽略的是什么 可能会忽略就是安全或者是卫生方面 那店家外面的店家他为了盈利考量 当然他会去迎合顾客的口味 但是他可能就会忽略掉卫生环境跟评管的过程 但学校营养午餐的目的绝对不会是 我们提供营养午餐目的绝对不会是为了口感跟好吃而已 我们最重要的原则一定是卫生安全跟营养均衡这三方面 所以其实这两者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那你很难去把学校的团扇的养午餐去跟外面的店家做比较 就像说如果今天大家可以选择你要来学校或不来学校 那大家都一定都不来学校嘛 那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来的三位来宾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相信同学应该已经对午餐的食品健康 已经都有一个基本的认知了 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到这边 我们再会